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梦雪 您好 大家好 还有张梦雪的教练 黄文宏教练 黄教练 您好 大家好 两位今天也是非常恭喜 今天你也是带来你的金牌 能不能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金牌我刚才摸了一下沉甸甸的 是 很重 很重 买在手里真的是甸甸分量非常的重 我知道张梦雪今天打的也是非常非常的节气 我看着都感觉非常非常的给力 这比赛 我看了之后赛后很多报道都说 你今天这个比赛打的有点是黑马 有点是逆袭的那种感觉 你觉得是这样的吗 是自己资格赛的排名比较落后吧 在第七名 所以可能决赛往前拼到了前面会有逆袭的感觉 是 黄教练怎么看呢 因为我看之后也有很多报道说好像资格赛打完以后很多这个媒体都离场了 都会觉得好像这个金牌好像大家都不知道能不能拿下来 当时你有什么感觉您打完资格赛之后对孟雪的这个表现 决赛的表现有什么样的期待 我感觉这个赛打完以后 进决赛我们就是力争能拼到奖牌吧 老师真没有想到一定要获得金牌啊什么 就是老老实实打 按照自己的准备的方案去做 把这个决赛过程走演练好 可能我是觉得大家有这样的想法 一方面是可能对射击这样运动好像不是特别的了解 还有一方面就是对孟雪好像也是不是特别的了解 其实我看一下一些资料 其实之前咱们中国射击其实是有一个选拔制度的 一个是这个选拔机制啊 其实是包括三个方面 一个是以前的奥运会的战绩 再有就是国际的选拔赛 还有咱们自己的三次选拔赛 其实我看了一下孟雪的成绩其实很好 在队里跟这个郭文俊是差不多的 旗鼓相当的 而且是他的这个国际比赛成绩也是非常好的 在两年内这个积分是很高的 您怎么看他这么出色的表现 在这阶比赛上的发挥 您觉得是必然的吗 我感觉如果说跟郭文俊差不多 那从各个方面还是我们年轻选手 还是有一些差距学习的地方还很多 那从训练水平跟实力上 那当然还是有一定基础的 那选拔通过对类的选拔 世界杯比赛不断的成熟吧 一场一场不管打得好还是打得不好 不断的在积累不断的在这个成长吧 然后所以在这一届就打奥运会这场比赛 我们也是把它当初一场锻炼自己的比赛 所以对结果考虑的少 这样 是 今天这个比赛刚才也提到了打得非常的给力 也非常的 我们看的也非常的解气 我们现在也有一段比赛的画面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58.5环 它是这组最后一个激发的 58.5环是排在了第五的位置 漂亮 10.9 这一枪太关键了 这一枪我相信可以奠定我们独贯的基础 没有问题 12.8环张梦雪已经夺得了冠军 恭喜张梦雪 这个时候是说 张梦雪 第一次参加游戏的张梦雪 是为中国代表团在2016年里渔奥运会的射击赛场上 夺得了中国代表团的第一枚青海 太棒了太棒了 这比赛刚才是切了一些画面 哎呦我看 梦雪的眼睛里已经浸满泪水了 是还是非常的激动 对 还是会看到画面 升国旗的那一刻 我听说升国旗的时候你哭了 对 有 是 黄教练 我听梦雪的队友和朋友说 梦雪很少哭 很少流眼泪 对 还真是比较 基本上没看到 是 反正有偶尔一次 对 您今天看到他在领奖台上那种 激动的表现 是不是也是很感染你 我也挺激动的 我在下面看了也很激动 是 梦雪当时看到国旗升起那一刻 心里是不是是想到了很多 是不是之前的一些画面都会浮现出来 会有 会有想到这么多年来训练 比赛 会有很多很多画面 很多很多画面 有一些失败的画面也会有出现 失败的画面 对 比赛不太好的时候 会遇到困难的时候 都会 是 今天的比赛其实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 我知道资格赛排第六 这个 这个是可能给你也有一些心理上的影响 而且今天在决赛当中前四发都没有上失环 这个时候是不是心里也有一些 这个紧张 有一些压力 是 因为 看到自己的排名在后两位的时候 也会有那么一下的念头是 可能就会这样淘汰了 但是还是 还是尽力去拼一下嘛 毕竟来到了奥运会的赛场 是 这个比赛我们一开始看得也很揪心 可是在打到第五发的时候 十点八环 这是一个手枪的项目当中 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环数 也是今天整个这比赛当中 非常重要的两发 对 打到十点八环的时候 黄教练怎么看 前四发看上之后是有点揪心吧 我感觉应该要好了吧 应该能缓了吧 因为打到前四发确实打得比较远 再这么打下去肯定要被淘汰 那那个时候他应该自己在场上 要能够及时地调整 用很短的时间自己要能调整过来 那看他打了这个打十的时候 我感觉应该基本上就慢慢慢慢 应该要正常 是 今天这个比赛 尤其十点九环那一刻已经是 其实是已经锁定胜局的一个 我感觉是一个锁定胜局 从外人的角度来看 你们怎么看这个十点九环打完之后 心情怎么样 打完之后我没有太大的感觉 因为平时的训练也会有 包括决赛练习的时候也会有出现 但是那个时候还是没有想冠军的事情 是 这个比赛之后啊 也是拿到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成绩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你的报道 其中有一张照片 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张照片 第一时间是在我的微信群里先刷出来的 就有朋友已经爆出来了 这是什么时候 这个大概四五岁三四岁吧 自己也没有太深的印象 那有没有 当时也没有印象说自己在玩枪 没有 我都不记得这是什么玩具了 你真是天生 这是天生和这个枪有缘分 和实际上运动是有缘分的 可能是吧 我听说小的时候 你学习射击也是出于一个偶然 对 是一个很偶然的情况 是陪一个好朋友去设计队 当时的试体校去试一试 然后教练把我留下了 他没有闪上 就是这样 当时喜欢设计吗 当时没有太大的感觉 只是觉得很好奇 因为这个项目并不是很普及的一个项目 觉得很好奇 想知道来打枪是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这样 是 那时候教练看上你是因为什么 你知道吗 你后来有没有跟教练聊一聊 因为我举枪比较稳吧 因为从小都长得很重 黄教练 这点就我们要请教请教您了 您看看一位队员 怎么样才能看他有这个设计的天赋 业余选手选才 先看身体条件吧 第一次光这肯定是 尤其是我们手枪 他说的 刚才孟雪说的这个比较壮实 力量好 这个教练喜欢 手枪教练都喜欢 是吗 他枪要比同年龄的小孩 肯定就会更稳一点 力量好一点 是 那你看孟雪的这个天赋怎么样 您接手他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我接手他的时候 他是到华队 2014年的12月吧 路队选拔选上的 然后我们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一起训练一起配合 一直到今天 一直不到两年的时间吧 是 两年的时间 其实 有了今天的这样的收获 真的是不容易 是 今天站在领奖台上 看见华西战人生起 你非常激动 流下了眼泪 其实那个时候 是不是感觉 不仅仅是个人 不仅仅是 这代表不仅仅是个人的一种成就 我觉得 算是梦想成真吧 因为 好像小时候觉得 我又会冠军 我又会冠军 像口号一样 每个人都会说 但是真的到来的那一刻 还是会 很激动 然后会到底是不是真的 还是会有点像做梦一样 对 其实只是你的第一届奥运会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以后还有很多的机会 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更多 怎么样 未来有什么样的目标 我觉得通过这一次 好好的总结经验 我觉得未来 自己可能会 比现在都要成熟一点 可能会 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 因为 今天的比赛 虽然是冠军 但是 还是会有一些瑕疵 和遗憾 我觉得以后 可能会 还会继续的 进步 提高吧 黄教练对弟子有什么期望 我希望他 从明天开始就忘了 这是冠军的 老老实实的 还是要扎扎实实的 因为毕竟就刚才说 这是第一届 至于说以后的第二届 第三届 那一步一步走的 要很艰辛的 还要做好很长远的 这种背包 我感觉 是 美好的心愿 我相信 两位的心中 都有同样的一个梦想 今天呢 我们也是 准备了一张明星片 希望两位 在这个明星片上签名 留下自己的 这个美好的心愿 来 请冠雪新签 黄教练 黄教练 谢谢 谢谢 很棒 这鞋 这鞋 谢谢 手精得主 十米 七手枪的冠军 张梦雪 和他的教练 黄红红的签名 在这里呢 也是为我们节目 留下一个珍贵的影像 我希望在四年之后 还能够跟大家 桌下来聊一聊 谢谢 谢谢两位啊 也希望两位 能够在夏季奥运会 能够在东京奥运会上 能够创造好成绩 在黄教练带领下能够拿到更多好的成绩 好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时间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的 Heat 地球